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由国农证券特约 Chill Media 联合制造的五次财经扎要时间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扎桥 看回今天的股市 昨天美股看到上升和下跌幅度不是很大 看见到今天港股其实都比较偶皮 今天下跌了57点 到28,939点 成交都是差不多 600 亿左右 之前我在较早之前也说过 其实港股来说暂时都是受制于29,300点至29,500点 这个比较重要的阻力位 要上破这个位其实比较困难 所以来说其实港股在成交薄弱之下 就算见到美股 杜瓊斯指数 纳指和标普 见到先后已经破了顶 但港股仍然是在30,000点以下 其实投资者都比较失望一点 我想都要时间等笔水回流回港股之后 才有机会冲上30,000点左右的位置 现在仍然是一个炒股不炒市的情况 所以大家都是见着市况其实都不是那么好的 有机会是落到28,500点左右的位置 但会不会说这么低的位置 都要大家留意美股的一个情况 其实美股最近来说都比较强一点的 它会带动回全球的经济 其实都有个复苏的情况 所以其实港股来说 在7月份都不会太走样的 大家也可以继续留意港股 还有个别的股份有点低位的话 大家可以留意少住吸纳的 说完股市之后 最近就有两只新股上市 第一只是2150内雪的茶 超额应酬非常之厉害 去到432倍 但见到其实上市之后 那个股价就非常之令人失望 就大跌眼镜的 见到这一跌就超过 差不多接近10% 那么招股价就是19.8 但是呢 今天见到股价都是售价17.66左右 那见到股价就比较弱一点 那有些散户其实放货的情况比较多 其实中签量其实都不是很高的 都是只有8%左右 那所以来说呢 其实主要我觉得放货的人 即走货的人都是一些散户来的 那大家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内需的茶 因为其实呢 始终呢 在一个内需的情况之下 这一只呢 我觉得呢 超额仍然都会有得炒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可以在17.5或者17.4 在跌定了之后呢 大家呢 真的可以呢 就少住吸纳一下 这一只呢 再一个短炒的 那因为呢 其实呢 我觉得呢 没有战人呢 之后呢 也会做一点点 没理由呢 这一只呢 那个超额仍然 这么多倍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跌下去的 那其实呢 还有呢 都有一个内需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一只呢 都之后呢 都仍然呢 我觉得呢 都有一个炒炒的空间 在这里 那些内需的茶之后呢 那看一只呢 同一日呢 上市的 和黄医药日 13号的 见到呢 说今天呢 其实呢 那个股价呢 非常之厉害 去到差不多58元 那去到升幅呢 超过47% 那每一手呢 其实呢 赚差不多 接近1万元左右 的 那升幅呢 非常之厉害 那很多胆匯呢 都会想着 这一只呢 会不会有机会再炒上 我见到呢 其实呢 那升幅呢 依然比较厉害 那所以呢 不建议散户呢 就炒这一只 因为呢 其实呢 其实呢 那升幅呢 也都比较大啦 那呢 大家都要选一选一些 的优质的股票啦 和这一只呢 都要忍一忍手啦 因为呢 我觉得呢 之后呢 有机会有一个回落的情况的 那大家呢 都要小心一点啦 看完一个新股的板块之后呢 那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这些个别的板块的移动啦 那其实呢 之前我也都说过了 减股呢 现在呢 暂时那个恒生之数呢 都是一个上落市 都不是 空间都不是很大的 不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之前说过一些 汽车股啊 和留意一下一些的海运股啊 其实呢 今天呢 都有一个明显的波动性的 看到呢 今天呢 23333 长城汽车 哇 跌了差不多超过3% 那175 也是有超过3% 那看到呢 其实呢 这两只呢 那双张呢 就跌了超过3% 那但是呢 是10天和20天移动平均线之上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例如2335 仍然呢 在个上升轨道 那也呢 也是一个挺好的 买入时机的 那所以大家可以 看着人 例如24个半 甚至24.6 这些位置呢 就买入一只长城汽车 因为 暂时来说呢 现在的股市呢 都是查一些比较 就到此为止了 那多谢大家收看 五市财经摘要时间 那记得like 和subscribe 我们的Chill Media Channel 我们有更多资讯呢 都会分享给大家的 多谢各位 拜拜